大家好,我是倒车醒故意 本期视频教大家做一个 造型非常好看的人者飞镖 这款飞镖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造型 非常有设计感,非常的帅 中间是一个正方形的孔 外面有一个正方形的轮廓 风格非常规整,非常硬朗 外面四个造型非常经典的刀刃 非常符合理想中飞镖的样子 做法特别简单 下面我们开始来折 我们这里准备小一点的正方形纸 先折出对角线折痕 转过来,上面两条边向中线对折 下面的角向这个点对折 底边再向上折 再沿着这条边向上折 最后再沿着这条边向上折一次 翻到反面 下面这里向中线对折 稍微拿起来看一下 翻到反面,把这条边向中线对折 但是折的时候,要这样捏住这条边 把下面这里展开 是这样的,看到了吗? 另外一边也同样 装完之后,这样翻到反面 点了这两个顶角,连一条线 把这个向上折 转过来看一下 这里可以伸一点胶 这样粘牢 这样一个单元就织好了 同样的单元,一共需要做四个 把它们组合一下 这个里面涂上胶 把这个边插到这个缝隙里面 反面看一下 把它卡到底 好,这样就可以了 也可以继续在上面涂 好了,这样一个造型非常帅的 忍者飞标就织好了 可以说是非常好看了 我演示的这个是用我店铺里的牛皮纸折的 厚度是常规厚度 你也可以用硬一点的纸来折 这样它的战斗力更强一些 但是折的时候会非常难折 我建议还是直接折这样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刀车醒故意 只做有意思的得知 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